老师,有关这个蜜豆的部分现在已经是开花 但是呢,最近一直落后要怎么处理 开花之前都没有落肥 不知道说那肖子呢,为什么一直变成那样大皮 我们它初期呢,都有使用龙龄菌、殉状、牙包、甘菌 一直用到现在 啊,经过的部分的初期呢,它是用保肖105 结果的后期呢,肥料都是用台肥特4号进行 但是,年后的营丹帮,微生物就是这样 不过,有什么别人都会说它,金贵的结果率比较少 它认为说,它的结果率还算好 不过它没有说到一个重点 它到底结果率是怎么正确 这人又杀不赞,对不对 有一点想象空间 但是我相信,但是说现在这是这样 我们先说这个金贵 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说 在这个材败里面,我们先提到就是分那个品种 不同的品种 比如说西洋南瓜和中国南瓜 这两种我们在这个材败里面一定会分开 比如说中国南瓜可能 一张有多少的这个粒素,可以更多粒 没错,西洋南瓜 你如果像这个小黑这种的一张 一张的结果能力呢 大概在8颗,它是小小粒子 你如果像栗子南瓜那种,它要更大一層 这种栗子南瓜稍微大一点点的 这有的像日本的栗子南瓜什么的 一颗两颗,一粒可能就差不多算极限了 所以结果率有那么重要 没重要啦,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说每一颗结果都要让它涨起来 比如说你若是种这个小黑一张,你如果有6粒 6粒就好,每一粒都可以超过450公斤 最小粒的400粒,最好就是说真金重的6粒 6粒至8粒 它又起来太大粒,比如说你一粒头要干两斤 那种的呢,它的小黑也有人蒸到那两斤 这一张生一粒,那有意义,意义不大 就是说你差不多就是那个榜量的筋出了 那是一个最适合的,就是说这个平静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率要看就是看 那个平静的一个管理,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平静 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他就说这这样可能你生没几粒 没办法你如果是蒸这个礼拜,可能一粒而已 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好朋友的要稍微知道 就是说,你如果是说在这方面最重要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平静的一个能力在哪里 你要爱的这个粒是什么 并说你如果是栗子南瓜,那种 稍微大一点,冬生的这个 冬生要更多 你如果有的 像一些一些日本状的这种栗子南瓜 稍微,它几个一粒而已 两粒的都很少 所以你如果两粒 两粒有可能,两粒都很小粒的 两粒太小粒,那种东西没好买 它的差别的这些所在 所以有时候,他本来就 粒就没什么粒,就是说他起来,可能只粒一粒而已 你别人,别人,别人不知道,看到他就觉得这个结果率也很差 是这个最重要的结果率很差 不然每张都有粒 按照他的特性,这可能是最要紧的 但是就是说,那个行 可销售的一个这个程度,是不是都有很好的 那么这一般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用的一个这个比例,比如说初期 初期用这个保效105 这个保效105差不多就是这个5号的这种 这个意思 它这里有这个有机负荷肥料 就是说它有一个 我们说的五分铃铁肉那种 这通常它就是有一种 加一点糖蜜 加一点这个 泥炭涂 这种的这个东西 起来就是说它的肥料的反应会稍微缓一点点 好像肥肥较长 然后呢 它的一个这个 因为照理的技术 做得很好看 变大粒变大粒 对吧 所以现在很流行这种台湾 很流行这种欧文铁肉 所以这个应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在应用,应该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5号 不然就是说4号特径 4号我们通常就是这个 夹是比较高 夹是比较高的 这个比例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 我是觉得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最在装这个 来说就是说 装金贵 通常在初期这家家里用 5号给稍大一个 有的人会在开灰的时候 落一遍4号 现在凋割了 又落5号 5号落一个 然后又落4号 后来就落4号 这差不多是这种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让你稍微知道 就是大概这个 结果率的这个多少 我们自己要清楚 这最要紧 最要紧的就是说 这个平静的一个 这种特色 就是说 不要太多 不要太厉害 这样就好了 我感觉有时候这个 很难 很难去判断说 多还是多 但是并说你如果装小黑 这种小粒要多 因为他的一粒 他的果种是差不多500克 就是他的 基本上他就是 这种就是小粒了 他的价值就是差不多 我都在500克 比较大一点就很紧张 那么你如果500克 比如说一张 六粒都500克 不然就给你拍手了 这个就很厉害 好吗 这个结果率就很高 如果有四粒就已经算 有四粒是这个500克的 这种就算正常演出 这有时候装不好 他的塑粉 还是各方面不好 洗的时候 他一粒怎么放球 很高水的 但是买不质 所以通常就是说要手薄 拿到我们的手的 大概就很紧张 500克 500到600克 600克 可能比较困难 就是说你要很紧张 但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去装 我就想不到 他会有辦法装到2斤 这很多 那因为现在这种 这个南瓜的一个拼镜 很多 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拼镜 比如说小粒 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 如果是以这个 小粒的部分 或者是非常推荐小黑 现在还有一个小绿 这个品种也不错 这比较小粒 现在还有更重的 这种 这种比较像中国型的 绿色的 什么 秋桑 什么东莹 一瓶 还有一个什么 何一本名 那我不会猎 那比较大一支 那些东西差不多 差不多很金冬 跟金半冬 还有一个更大粒 更大粒 有什么千岁 最出名 还是这个 这些东西 差不多要跟2斤 其实那是太大粒 这种例子南瓜 太大粒 可能就变成商业用途 小家庭 人家不爱这种 太大 红色的 就还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东西 是比较中国型的 你看这不一样的 这个品种 它的一个大小 影响到就是说 它的结果 到底是要流几粒 这种 它几粒的 算是这个结果 是算最好的 这个结果率算好 还是不好 这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是说 比较大粒的 一个这个 这个品种 中大果成的 结果就是2-3粒 2-3粒 这个意思就是 有可能 到最后就是2粒 最多 还是有的 是1张1粒 1粒 如果较弱 结果是1粒 1粒如果是漂亮 其实就可以了 那是中大果成 如果小黑这种 就是说 它起来 可能你如果老乡丁 乡丁 差不多1丁 4粒到6粒 那4粒到6粒 他可能夹多4粒 1张8粒就很凶薄 1张8粒500粒就很凶薄 所以这种就是说 不一定要丟多 比如说 你像那4粒这种 你丟那么多也不好 你丟10多粒 1粒好像普通 没效 那种东西 你丟那么多 每粒都小小粒 你到时候也是要够万丟 所以这结果率 自己要很清楚 这个拼定 我们拼定是什么 出来可以丟多少 这都可以稍微计算 这样 这可以让我们 好朋友 稍微做参考 当然我是觉得 你认为说 这个结果率还算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就表示说 很清楚 我们自己要清楚 知道 我们的一个要求是在哪里 真的 这之前我们在装消防罐的时候 这个储人家来看 哎呦 你是会要装 还是会要装 这样 这回贵就是靠的角度 那钉都会黏黏掉 那是要生意 哪里去 对吧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每一个拼定 因为他不一样 拼定的特性 这就是本贵 你没给他拯定 你劳得很厉害 可能有 一开始在搬的时候 你很高兴 你看 我怕你搬这么多 阿玛材没有了 但是我每天都搬 我搬三天就贏了你一天 对吧 你十五天到搬一次 我每天在搬 连三天搬 三天搬到四天 这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种就是 拼定的这个了解 这是最重要 这是金贵 所以 你这浪费的这个方式差不多 但是 在这个节奏上 你也可以 刚才说的 就是 施展会稍微担一个五盒子 到差不多 10天 那时候 你可以落一片四盒子 吃辣糕 加油管 他开始开灰 开灰 开灰那段时间来 你就没浪费了 跟他开灰 掉灰的时候 你可以落一片五盒子 稍微担一下 你也稍微有些营养 但是 我们说的营养 通常就是 沉有一点点关系 一点点沉 稍微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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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在中央期 过后 我们买期就是 要准备他的定度 他的定度 你就是够了 就够了 这有凋够 这夹肥控制的好事 其实 种金贵最重要 受粉 受粉 不受粉 我们要想办法 受粉 你如果是种 这些小粒的 这些南瓜 我们通常在 社长的时候 可以用 益梳去噴 增加 他的 算是 让他 提早来 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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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 可以处理的方式 这可以让你先做一个参考 那民导的部分 这个抹肥 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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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高 �mn 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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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吃肥 就是說他比較不會燒 比較不會那麼大燒 所以這是他 因為他的節節關係 所以黑音主人這種燒 他得很大燒 會比較薄 薄燒就變大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昨天他感受到這個抗酸不夠 抗酸不夠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抗酸不夠 這片燒 十平方公分 一片小葉 十平方公分 十平方公分就有夠的光合作用 但是現在抗酸不夠一半 抗酸不夠一半 抗酸不夠一半 這十平方公分夠夠 不夠的光合作用 所以他就開始會讓他的燒 把它添開 把這個燒 添開 這是他的生存之道 他會添開 添大一點 添到變二十 變到變三十 給他這個燒 所以你會看到他比平常差不多一倍大 但是你摸那個燒 多一兩層 但是你平平這樣 他的光合作用是差不多而已 你這個時候 假設高性的 如果十肥已經抗酸了 添瘦很高 他的蟲子有添瘦 又是吃不久 那蟲子就天如大昂 到最後就丟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財壁上 我們通常就比較沒有必要去做 所以稍微控制一下 有時候會去抗酸不夠 他的陶瘦的火 比較不怕陋瘦 但是就是 最大的這個問題 通常有時候就是 因為這個陋瘦 通常蛋白效益很高 我們很多好朋友 如果是 肥瘦比較重的陋瘦都會落火 這個陋瘦都會落火 稍微注意一下這樣就好了 所以大概這個陋瘦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太要緊 就是說 因為政雄就是 他的一個反應 反應就會來 所以因為這個陋瘦的時候 那麼有時候如果陋瘦比較嚴重 他可能就要注意到是不是有一個 因為陋瘦比較怕 怕堵水 所以我們通常 一定要注意 這個陋瘦比較山頂 白水比較好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比較不太要緊 不然通常我們會很生日 可能要稍微把他打開 有些人情緒 有些地方 陋瘦比較黏 他如果是好天的時候 他會再去抵頭 他在這個股面那裡 高高拼 輕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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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把他打開 就是把他的表皮 把他折扣 讓他增加透氣性 那你在山上 山上帝那一般是不需要 是沒有這個工作 要去做 這讓你稍微知道一下 這陋瘦天 這些施腐病 溫暖的症状 你也是要小心 所以大家最常會去抵頭 是一種的經營 要記得 肚子如果很溫暖的 症狼的 溫暖的 要小心這個量不可以抵頭 就是說如果有抵頭水 例如說在平底 我們說一二三要白水 有抵頭水的時候 千萬不能抵頭 你如果沒有抵頭水 你可以看政策 行動都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就是漏風 甘水比較多 你現在漏一種很薄的吃肥 這對它是有一點點的幫助 但是這個量力一定要控制 一分塊六公斤是一個極限值 可以照絕對不能夠 因為你照不會去檢查 沒問題 你如果比較多 你就去檢查 這只要去檢查 不然他出去就連累 你就保釋了 所以有人說要整棋不要熱 這也是一種說法 但是有去稍微處理一下 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這段時間因為漏風 你特別要注意 如果水比較多 因為這種就比較容易 有時候已經有抵頭 抵頭已經都出來 它會掉下去 甚至它會暖去的地方 譬如說 它開始溶 要暖 要暖 現在出去的東西就乾了 它就乾了 它就乾了 乾了那個地方就一過 但是上面又清 很容易出現這種問題 所以你可能這段時間 你也是要首先 用一些疫病和落困 這個油 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有在用張陶的地方 我們會很容易抵頭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張陶的一個慣例 大概是我們這段時間 很重要的地方 尤其你如果在山區 要還有白捐病 要還有白捐病 或是國溫杜室 土卡賓 白捐病的節節發生 要小心注意一下 提供給我們好朋友做參考 嗯 請問題 沒問題 呢 Ja 感谢观看